出点值 回车 效果上去了 对吧 很不错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效果 但是这个效果我们觉得稍微有点慢 在后面就好了 刚开始确实是有点 感觉是有点慢的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set 我们在重新绑定的时候 它的这个速度所决定的 重新绑定的时候 它要做的内容就好像你重新又去连了一遍 说一句 它相当于是又要建立一次 它和我们的adapter和list view之间的重新连接 对不对 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让 因为它们之前就是一种连接关系 没有必要再去重新连接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的去更改呢 我们刚刚说的这种方式是最传统的这种方式 因为我们PC上都是这样做的 当然可能以前没有人有勇气这样去尝试 但我们改 你看网上那些视频 没有一个说什么你更改一下数据集 再去重新set防御 没有一个是这样的 因为大家都用了官方的说法 官方也没有告诉大家可以这样去信用 但我们实际上就知道它是可以这样去信用的 所以敢于去尝试很重要 那么实际上官方告诉我们 有一个方法 叫做notify data change的这个方法 可以通知 相当于是什么呢 数据集改变了 特别是在组件层里的时候 我们都只是去通知一下 我们不直接去绑定 包括我在紫线层里的时候 所以我现在就用一个 notify data change的这样一个方法 来试一下 这个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官方的帮助 都写得很清晰 所以我们这里我们就不再用它了 我们用notify 我们用这个adapter的notify dataset change 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连接关系 用touch 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同样数点内容 sandy 回车 today hello word monday ok 你看这个我们到了后面 就比较快了 拼错了 是不是就比较方便 好 那么在这块内容里面 我们就要知道 我们会用到一个notify的这样一个 notify data change的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待会我来跟大家跟踪一下 它的这个机制是怎么样一回事 待会我们来跟踪一下 那么现在先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例子变完 下面我要做的是不是就点击啊 点击它一下对不对 点击它一下 我们说我们用到我们的这个list activity里面的 那个什么item click的那个事件 对不对 那个事件说白了是谁的呀 其实它是封装的是谁的 你看到吗 刚才白看了 看到没有 它自己的item click listener 它实际上是去调用的 实际上是调用的是谁的 是list view的 看到没有 实际上是调用的list view的 它的list view的这个item click 所以我们 实际上你去用list view 你去设置一下 你也可以知道 比方说我随便定一个list view 我们看一下 在这吧 list view lva.set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list view新添加的方法 一个叫click 一个叫lum click 一个叫selected 我们用selected有什么样的好处 我们一般情况下 大家容易去混淆select 对不对 这点大家注意 这个select是什么 它得到焦点 它就是select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用select 不用click的话 我这里每次回车 我每次这个点了过 一回车 它先添加上去 但由于它每次新加的 它都会先得到一下这样的一个热点 立马又给删掉了 所以大家下来可以自己去实验一下 所以不要把他们两个搞混了 一个select 一个click 搞混了也没事 十一线长一致 记忆更深刻 搞混了 大家在用的时候出现问题了 你就印象就更深刻了 好我们在这来操作一下 那么操作的时候 我就要把它的值给删掉 对不对 把这个值给删掉的时候 我怎么样来删呢 同理我还是 用item list 有一个remove方法 把当前这个position 位置 点中的位置给它传进去 然后再调用一遍 我们的什么 adapter的notify data set 就可以了 就可以实验这个效果 大家 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三里 哈喽 点一下 嘿 没了 再点一下 没了 是吧 就实现了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 这个就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但有个更简单的方法 事实上还真有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在这个添加的时候 我给它改了一下 我直接用adapter里头 看有什么好的方法 它直接就有个add 直接就有个add 好 把上两行给删掉 既然它有了 我们就用吧 对吧 按了什么内容呢 copy下 同理我们看一下 adapter在删除的时候 它有没有什么内容 直接就有个remove 但是这个地方 大家要注意 它remove的是一个string 也就是说 它是根据什么 根据我们的名字 去remove的 根据名字去remove的 那这个名字 你要去remove掉它的话 看一下 根据名字来remove 那我们岂不是要在这里 去得到当前 把当前的一个view 转成textview 对不对 然后再去 再去处理它 把这个值给传进去 那我就不演示了 它下来可以看一下效果 但一般情况下 我们还是保持用这种方式 notification 用notification 它的好处是在 紫线程度里面 到处也可以用 这个为什么呢 待会我们会跟踪一下圆码 我们来看一下 包括你待会 你也能看到 为什么我们用add和remove可以 因为它在 它的adapter里面 自己掉了notification notify 自己掉了notify 说错了 不是notification notify 一不小心 说错了 好 那 看看前面所讲的 有什么疑问没有 那就休息一下 再练一下 ok 那么我们可以 刚才有朋友在问到 就是我们在这里 用adapter adapter remove的时候 为什么是remove一个stream 万一我那个地方不是一个死均呢 对不对 有好几个 有好几个text用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原代码 大家看一下 我用了adapter adapter它的add 添加了是t这样的一个范形对象 它是remove的时候 当然也是remove的是一个范形对象 所以我们在这 其实它add也好 remove也好 它实际上它要remove的是什么 是那个对象 所以大家这个一定要理解清楚 下面我就准备 带大家读一下原代码 为什么带大家读原代码呢 除了搞清楚 它这个notify dataset change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要搞清楚 它这里用了一个什么样的设计模式 那么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里用了一个观察者模式 那么我们学过设计 高尔夫23种设计模式的朋友 可能都知道什么单界模式 观察者模式 适配器模式 什么类工厂模式 这些东西 作为一个应用 应用开发者 实际上按说 对于模式的理解 我们是应该去学习的 那么在这堂课上 我暂时不去讲解 也许等讲完 这整个这个课程讲完 以后我再出一个补丁包 出个补丁课程 就专门来分析 Android的设计模式 好 我们来讲观察者模式 那我就要首先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在这里 事实上 它就是用到了 我们的list view 就是用到了一个观察者模式 就是用到了一套观察者模式 来实现这样一个界面的更新 什么叫观察者模式呢 搞不懂 搞不懂就讲个故事吧 这样子 比方说曾鸣 在大学校园里头 暗恋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就叫小红 然后呢 你 你是希望了解这个小红 出就是一切的这种行动 希望了解她 她的 有什么样的一些约会 她的日程安排是什么样子 所以呢 你就派了一些密探 买通了她的姐妹 可以做到一个什么呢 她的这些行动 一旦出现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变化了 他们都会通知 都会通知你 那么通知到了你了过后 你就可以 不管你是装作偶遇啊 还是扮演一场英雄救美啊 那就是你自己的一个行为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在这个过程中 你是不是一个观察者 那小红 他就是作为一个被观察者 对不对 中间那个 中间那个 OK 我们说了 还有个中间的 那么中间那个 我们可以称为一个观察代理 但是 这个都复杂了 实际上 你要了解清楚 观察者模式 我们应该这样子看 小红 这个女孩 她自己啊 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中间 她很喜欢被观察 她每次 她首先会建立几个观察者 添加 或者叫register 这个单词无所谓啊 会添加或者register 几个观察者 这观察者就会把谁加进去呢 会把你给加进去 当他发生 一旦有什么样的事情了 他喜欢干嘛呢 要不就是notify 通知 或者叫publish 有时候直接发布 发布消息 那么一旦发布到这些 你就得到了 你就得到了 你就会有一个update 这样的一个方法 你就得到了这个消息 不光你得到了 因为他添加 和注册了很多的观察者 他们全部都得到 所以这个最简单一套模式 是没有代理的 跟微博一样 对嘛 就是跟微博一样嘛 所以我们观察者模式 又称作什么呢 又称作发布订阅模式 所以你这个说的很对啊 我们观察者模式 又称作发布订阅模式 又称作什么 圆和监听模式 包括我们事件 都是这样的一些模式 所以我还是要 我在我们内部 要写一个方法 来随时监听 他有没有发布行过 是的 你有一个方法 你有个update 要去监听他的这样一个发布 事实上很多时候 他你的这个监听发布 还不是真的说是通过消息啊什么的 而是你的这个监听方法 当他发布的时候 他会去调打 所以你就出发了 像我们的事件 不就这样出发了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来看 而且我们的Java本身 他就支持观察者模式 我们知道 Java里头有两个类 Java Untel里头有 一个叫observe 一个叫observable 这样一类 observe就是我们的观察者 observable就是我们的被观察者 那被观察者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subject 我们这里 它基本上要有一个 这里是个接口 这是一个被观察者 这个是实际的被观察者 就是他对这个接口的实现 我们这里也可以用一个抽象链 也可以用抽象链 它里面定义了几个方法 attach attach就是regest 你就当做注册 注册一个观察者 这个叫什么 反注册嘛 就取消注册一个观察者 那么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应该 有一个观察者列表 OK 那么这个叫什么 通知观察者 通知观察者们 你看叫通知观察者们 我做了什么事了 把这个事传进去 上面只是个定义 抽象的定义 下面才是它的一个 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实现 直接的实现 那么我们的观察者 又是什么样的 也有个定义 有个update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这个下面也是 对它的一个实现 我们往往会用到一个抽象 会用到一个抽象 所以就好像什么呢 我们的那个 当我们的值变更了之后 对不对 我们用adapter 它里头有一个notify 当我们的值变更了之后 我们adapter里头有个notify dataset change的这样一个方法 去通知我们所有的观察者 那这些观察者 接到这些通知了之后 那么我们事实上体现在 我们的list view list view上面 他接到这些通知了之后 他就会更新他的界面 怎么更新呢 重新加载一次 重新加载一次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怎么样实现 这样一个过程的 而且我在这里提个问题 第一 adapter 他本身是不是一个被观察者 第二 list view本身是不是一个 是不是一个观察者 这也是我要提出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从哪里来看呢 我们直接从我们list view先看起 不先从我们的那个吧 还是 arrowadapter看起吧 arrowadapter 我们看一下notify notify notify data change 我们看他调用了什么 调用了 foo的 notify data set change 那么按照我们昨天这张图 我已经要求大家 再次要给大家提到 要求大家背图 按照我们昨天的这张图 我们说base adaptor 它是同时实现了 同这个base adaptor 和这个base adaptor 是一样的 大家不要被看晕了 它和它也是一样 你们看后面包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 base adaptor 是同时实现了 list adaptor 和spinner adaptor 两个接口的 这样子来看这张图 那么 我们现在用的是 arrow adaptor 是继承我们base adaptor的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 base adaptor里面是怎么样的 那么再往上就是 我们的list adaptor 这样的一个接口了 base adaptor base adaptor的实现 是什么呢 是它里面有一个dataset observable 这样的一个对象 那么而这个对象是 继承于谁呢 是继承于我们 observable 所以按照我们刚才的 这个观察者模式的 这样一个图形 observable 这是个抽象类 下面有一个实现它的 是我们的dataset observable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被观察者 那么 我们就找到我们的被观察者了 那么这个对象是在哪里呢 是在这上面的一个定义 看到没有 这定义好了 就是我们的被观察者